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就加载一个刷件 首先我们选中厂商 厂商这里就会有这个人人有歌词的刷件出来 接着加载 在这个Beat Read 里面就选 这个刷件的类型应该是分到乐器那里 接着你在乐器的生产商里就可以找到牛家家的厂商 接着就可以加载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再加载一个乐器 这种方法都相对比较简单 跟Rapper 差不多 在这个刷件后面加一个合成器 接着它还有另一种方式 这个时候我用的筷子键是琴操加珠 变成了一个乐器的层 分层 可以加多种乐器 然后我再加一个乐器 不断地加乐器 这个是Beat Read 的一个特典 它可以将乐器分层 和它有一个乐器分层的框架 也叫做路由 路由框架 这种是其中一种方式 现在我演示第二种方式 将它加一个乐器轨 加一个乐器轨 加一个乐器轨 进去 这种是一种 比较 因为可能你的乐器到时会分很多轨 都是这种做法 这个时候大家记住 在这个输出那里 就不要输出去Master 将输出给下面那一种 下面这一种 Y圖那里 大家记住 就是这样将它路由过去 MIDI的讯号 这个时候它就有声音了 大部分的DAW 其实它们的路由方式 就是实际上 都是在轨道附近 会有一个MIDI的路由 你只要找到这个地方 它就可以将它路由出来